对于这样子一个结果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侯友宜邀约重新检视九份民调 客问者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22号上午一口回绝 还携通两位民调增加 求真民调公司总经理关志宇 文化大学教授王翔玉 让民调争议再度卡关 如果再重新回到这九份问卷 审查其实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这九份的这个问卷里面 他其实原本的问题依然存在 没有被解决 那国民党方议为了便利 这个会谈能够继续进行 因此四处善意 暂时搁置 那回头再讨论 民众党既会变成删除或排除 手机视话占比双方各持己见 国民党也不认了 派出参加会前会的文化大学教授庄博仲 以及两位学者与民众党 知求对决 所以大家都以而传而 就是说让6%让6%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做出来支持率40% 实际上 可能是从43%到37%都有可能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没有差别 1.5%可以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你只要投钱下去 我们从来没有说出 抽样误差是正幅1.5%的 国民党代表或许提出这1.5%的 这个抽样误差 不知道是太有这个心机 抽样误差3%还是6% 柯文哲签了6点共识 依旧不认 最关键的计算方式 要不要以猴磕磕猴对决 类销的差距计算 也毫无共识 你这根本没有办法减的 你两边都是估计值 两边都是区间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 尽可能减少误差的出现 所以才不用 这个所谓的净差的方式 就猴磕对磕猴 去减量主任对手的差距 之所以提出这样子的办法 其实是参考民进党的 一二三类公职人员选举 双方对于这两个的 这两个就如何比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共识的 蓝白各自派出专家 隔空PK统计学 眼看整合火车就要过站 月台上依旧空无一人 静新闻综合报道